其实香港雨伞运动频频的遭到暴力的骚扰 那么稍早香港苹果日报的大楼已经遭到反战中人士的包围 然而中共人大委员张德江日前已经表态肯定反战中人士 专家表示反战中黑帮的骚扰有着中共当局抹黑搅乱六四的影子 10月3号下午雨伞运动人士在旺角和铜锣湾遭到大批暴徒暴力袭击 双方爆发冲突 根据港媒报道 暴徒中包括爱字头 黑社会 内地帮 新界土豪等数千人 堪称黑社会版八国联军 10月4号清晨 香港保安局长黎动国证实 目前已经有19人被拘捕 当中8人经过初步调查有黑社会背景 媒体爆料一名大陆房地产商为了魅主邀功 斥巨资雇人对付抗争人士 六四以后 香港回归之前 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 包括他们的公安部门的头头都曾经谈到过 香港这个黑社会也是爱国的 黑社会也有爱国的 长期以来 不管共产党在执政之前还是执政以后 他利用香港的黑社会想做而做不了的一些角色 这个已经是有很多历史了 日前中共传出启动五千特务乱港 而香港黑帮还被传出政策化故人假扮黄丝带成员 趁机抹黑抗争人士 这和中共镇压六四学运的手段如出一辙 另外在这次黑帮暴力袭击事件中 香港警察也被各界指责有意纵放黑社会和反预产运动绝通气 包括这位和警察握手 自称要撤离现场的抗争人士 被网友踢爆 其实是港警自导自演 另外CNN网上一段由网民上传的视频清晰显示 在旺角发动的反战中 蓝丝带行动进行筹备工作的地点 竟然就在九龙长沙湾警署里面 新唐人记者林蓝 张天宇采访报道 新唐人记者林蓝 张天宇采访报道